不得了不得了有个车在大海道无人区爆胎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全网第一个开口G28PHEV来大海道越岩的人 哇刚才看到一个紧急情况啊 一辆SUV在路边爆胎了 这一节是真正的无人区是没有信号的 所以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我们这个MPV确实也帮不了它什么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来这种路面最好是开防爆胎 东门到红柳台以后有76公里的柏油路 然后出了红柳台以后全是这种拖板路 其实在来之前啊我在网上看到众缩分离 但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呢就是这种拖板路MPV千万不要来 那小轿车呢更不要来 那在买票的时候呢小姐姐告诉我 后患者就是它的精华路程 只要沿着路基走速度放缓一点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甚至我还有一种感觉 开MPV可能还是它真正的打开方式 像我们拍的这一辆MPV啊 不管是它底盘的检质还是它座椅的检质 都做得非常舒服 在这样颠簸的路面它的回弹性非常好 而且像刚刚啊我们过了一段非常颠簸的路面 它整个颠簸感就让我感觉就是那种运动员跑得气喘吁吁 然后但是它的呼吸还是非常均匀的那种感觉 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会不舒服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要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从陆潭出去到北方这一段拖板路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满走 其实景区官方啊他们已经把路基本上压得很好的了 比起有一些路段的拖板路 这一段路啊真的又可以让你体验到7越野的这种乐趣 而且同时呢只要离不下路基也可以保存安全的 那当然我也观察一下这段路大部分的车型呢 都是SUV以及一些硬派越野 不过我也看到了我的平面一阶二八 当然了像轿车和MCV这种路啊还是重在体验 如果长时间都走这种路 肯定是对车的轮胎以及体验不是特别有的好的 还是那句话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我们从重庆出发 看MCV一路来到新疆啊 已经是第十四天了 我们一起行驶了 大家看五千五百多公里 快点油耗是六点三升 而且我们的路跨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高速 以及像这样的越野路段 大家觉得这个油耗成绩怎么样 那大海到无人区呢 是指名罗布托的边缘 也是我们国家唯一可以合法穿越的无人区 而且啊 大海到也是目前全国 乃至全世界内心齐全 气势挥火 具有非常高观赏价值的亚丹地貌 景区内的通天洞就叫神仙洞 就是景区的蛾心精华了 那站在洞内仰望天空呢 光线可以折祸在岩壁之上 就像在仙境一样 现在兄弟们 我们已经来到哈密大海到的最精华景区 通天洞 在这里完全可以领域大自然的鬼斧成功 而且啊 这一路过来 这一个景点也是光看人数最多的一个景点 终于全部完成了打卡心愿啊 这瓜是我们从土鲁番带过来的 据说特别甜 现在开瓜庆祝一下 哇一开就炸了 爆炸瓜 烦啥的巴士的狠哦 嗯好狠哦 妈妈我们下一周要吃饭的 哈哈哈哈 咩咩咩咩咩 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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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感谢观看